再說一說哈瑟克斯坦,說兩句 因為有些新的資料都挺有趣的 想分享給大家 所以,哈瑟克斯坦那個show 就要歎遲少少了 哈瑟克斯坦那裡仍然是一個regime change 一個顏色革命來的 現在就捉到一條人 那一條人是其中一個,因為捉到很多人 其中一個人就是倫國Kyrgyzstan的居民來的 一個音樂家,結果就去了哈瑟克斯坦那裡 被人捉了,被人捉了 被人捉的過程中,他就說示威者的確是收錢的 收大概200元美金去搞事 完全是regime change 顏色革命的劇本 但是就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某一些國家和某一些外國情報機構想搞事 因為哈瑟克斯坦那裡有些內鬥 那裡有些劇情 所以想說一說那裡 現在在畫面面前,有兩位人兄 右邊那位就是Tokayev,現任總統 左邊老少少那位就是Nesabayev,前任總統 Nesabayev,在2019年的時候就落台 給了Tokayev上位 兩人不妥的 那為什麼Nesabayev做了30年總統 做得好地地,為什麼要落台給Tokayev上位呢? 當時我記得這宗新聞的 我也覺得有些奇怪 為什麼Nesabayev就突然間落台 給Tokayev上位 當時的官方理由就是 他做到厭了 年紀老了 那就不做了 但是Nesabayev退下來 其實不是完全退休的 他當時是坐保安局的額頭位置 坐到現在 因為他剛剛 因為憑現在這件事 他就被人踢走了 但是19年他不做總統 不做領導人 退了下來 但是就坐了保安局長的位置 這傢伙做了30年 基本上 蘇聯臨當解體的時候 誕生了哈瑟特斯坦 和其他前蘇聯共和國 例如烏茲別克 土庫萬斯坦 烏克蘭 白俄 立陶宇這些 當時30年前 他就做了哈瑟特斯坦的總統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是 哈瑟特斯坦的代表領導 當時蘇聯的時候 有蘇聯常委 蘇聯共產黨常委 那他呢 Nesabayev就是 代表哈瑟特斯坦的 正式人物 你當什麼 有些像現在香港人大代表那樣 倒了之後 很自然地就 他上總統的位置 一坐就坐了30年 2019年他下台 其實背後 很大機會是俄羅斯 給他壓力 要他下台 原因就是 過去那十幾年 他那傢伙Nesabayev 都抗俄的 他一向 那個政策就是平衡 不是說太 跟俄羅斯普京那套 他主動 找很多歐洲和美國 公司投資者 進去哈瑟特斯坦 那裡投資的 哈瑟特斯坦 他主要出口就是 能源 產品 原油 天然石油氣 和Uranium 上次都說過了 有趣的地方就是 哈瑟特斯坦 整個能源板塊 不是俄羅斯公司去幫他做 反而是美國 Chevron公司幫他做 你會覺得這件事也挺奇怪的 前蘇聯共和國 蘇聯解體之後 當然現在出來獨立 但是呢 你憑其他 前蘇聯共和國的 例子呢 他們都是跟俄羅斯合作的 整個經濟網絡 仍然都是去 用回蘇聯 兼俄羅斯 那個 Network 那個架構 和那個關係 但是他 兜兜面 找美國佬 Chevron 幫他開發天然石油氣 另外呢 在他執任期間 有美軍基地 在卡瑟斯坦 也有美國的生化 研究基地 所以這件事 一直都令俄羅斯 甚至乎中國 都有點擔心 因為 在俄羅斯 和中國旁邊 有美軍的生化 基地在這裏 這個生化基地 究竟做什麼 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 有這樣的存在 也令人擔心 19年後 這個人下來 阿托卡耶夫上了位 阿托卡耶夫的 態度和政策 全部是親俄和忠 阿托卡耶夫這個人 是會說普通話的 他幾次見習近平 都說 你好 習大大 說流利普通話 那 亦都 跟美國說 我們不容許 任何美國基地 美軍基地 在哈瑟克斯坦的邊境裡 請你執包服 找人 結果又找人 除了哈瑟克斯坦 當時他在中亞 也有些基地 但是 之後 慢慢慢慢 要執包服 走 烏茲別克 那個人都沒有 自從 跟阿托卡耶夫 下台 托卡耶夫 上了位之後 美軍都要執包服 因為托卡耶夫 鬥鬥鬥鬥鬥 說不歡迎美軍 在 哈瑟克斯坦邊境內 還有說了一點 關於 阿托卡耶夫 這傢伙 80年代 已經是 剛才說過 蘇聯共產 的常委 那時候 80年代 普京只不過是 在西德 一個 間諜仔 情報人員 仔 所以 傳聞 看回一些政治的分析 還有一些八卦新聞 阿托卡耶夫 是看不起普京的 也有人說 當時他們 有幾次見面 阿托卡耶夫 那些身體語言 是告訴我們 給觀眾 他跟普京是不妥的 也不喜歡普京 在政治舞台 當然沒有永遠朋友的 但是如果 阿托卡耶夫 那些政策 是很積極地 令到整個 卡錫斯坦 去美國那邊 離開俄羅斯的影響 不是說 一般小國 卡錫斯坦 算是一個 挺重要的國家 來的 上次說過 你看過地圖也知道 在正中 地區的中心 輸出很多 Uranium 給中國和俄羅斯 一帶一路的中心地 所以普京 和我相信 習近平 是不會容許 一個 不生性的 哈薩克斯坦 一個反骨的哈薩克斯坦 有些事情 例如蒙古 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現在不多說 但蒙古曾經 挺親美的 結果被中國和俄羅斯懲罰 遲些有機會再詳細說 有些國家 憑他們的地理位置 注定了有一個命運 當你有任何反骨行為 也會被懲罰 現在有消息說 Nasabaiyev 這件事就走了 但之後又說不是 他仍然在 卡錫斯坦境內 在國家境內 但是 他有一條命運 也是在卡錫斯坦保安局做的 他被炒 被登登顧 以及兼拉 指控他 在幫外國勢力 在反骨 玩正面 另外一個情況 現在穩定了 很明顯地 俄羅斯就 控制著整個世 所以甚至乎 這個什麼什麼A 情報局搞這件事 就反而有些反效果 不單止是令到 是沒有令到 哈薩克斯坦 脫離俄羅斯的影響力 還要是 現在更加穩固俄羅斯的影響力 不單止 哈薩克斯坦 整個地區 因為哈薩克斯坦 下面和旁邊 就是烏茲別克 哈薩克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 那些地方 塔吉克斯坦 和喀克斯坦 又是那些 前蘇聯共和國 但是他們更加小 更加窮 凡是國家窮 去搞事情 都挺容易 但是可不可以持續下去 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始終 你看過地圖就知道 被中國俄羅斯夾住 就算搞事情搞得起 都不會持續下去 Anyway 哈薩克斯坦 這件事就是這樣 玩完了 我之前也猜 會比白俄那件事更加快 因為白俄始終 有他們西邊 是對著波蘭和立陶宛 所以如果西方陣營想 輸一些武器 輸一些恐怖分子 搞事分子 進去 很容易透過波蘭和立陶宛 但是 撞的地方 就難很多了 Anyway 先說到這裏 想更新一下大家 這件事已經玩完了 下部show說了 阿石 拜拜